大家好,我是红酒 现在气温慢慢的回升 然后北方部分地区呢 然后一些大哥反应就是 他们家的树受到了冻害 也就是因为2020年冬季的一次严寒 受到了严重的冻害 今天咱们就主要分享一下 受到冻害的树 怎样进行补救 其实受到冻害的树 树身树枝可能会受到冻害 但是它的根系 应该不会受到太严重的冻害 也就是说等到萌芽的时候 就像咱们这棵树一样 在根部会出现一些土桃的母枝 也就是咱们根部会出现一些 嫁接之前的一些真木 这些真木呢 咱们可以在6月份 也就是说能嫁接的时候 进行夏季嫁接 咱们这些树就是去年6月份 咱们进行改接了以后 长起来的一些枝条 去年6月份改接以后呢 咱们也没怎么管它 大家也看到了 地上也长出了很多的这种 虫状的土桃 也就是说真木 树上牵着枝上也冒了很多的大条子 但是也没有影响咱们这个 夏天假接的这个基斯尔的生长 也就是说如果受到冻害的树 咱们现在呢也先别管它 除非说是根部 抛开土以后 根部也受了冻害 咱们这样呢就需要换树 就需要重栽树 重栽树呢要是树林比较大的 用过化控药比较严重的 园子这个土壤就不再适合 种植这个桃树了 因为如果再种植的话 它重查的比较严重 还有就是它这个化控药 会抑制咱们新栽的这个树的生长 如果要是小树林冻害了 根部也冻害了 咱们就直接在树与树之间 就是树聚与树聚之间 或者是杭聚之间 来进行插在一些树 大树林尽量把这个树根部的 这些土桃保留 如果树上冻害 树下根部会冒出很多的条子 也就是说冒出很多的土桃真木 咱们要利用这些土桃真木 重新培养一棵树 所以在受到冻害的树 咱们要因树制宜 一般的桃树如果受到冻害 也是骨干之上受到冻害 然后它这个结果之上受到冻害的 并不是很严重 还有就是如果受到冻害 比较轻的可能会造成一些任皮部 干枯死亡或者有部分的还会愈合 像这种情况咱们就要注意一点 到了夏季可能会发生一些霉菌或者一些肝腐病 咱们要注意杀菌 今天咱们具体分享的就是受到冻害的树 咱们把树下根部长出来的一些原木土桃留着 等夏天咱们再进行嫁接 如果受到轻微的冻害 咱们树下的一些土桃 咱们也不要去给它 输除也是为了让养分来回流动 咱们还要利用这些土桃枕木上的叶片 来养咱们原来的根系 所以也不要贸然的把它输除 留下这些土桃枕木 咱们到了夏季再进行一次嫁接 长到秋季大概也能长成一个小树 咱们这块园子是夏季改接的 还是非常良好 所以对于桃树的生长呢 还是比较迅速的 能迅速的生长起一个骨干枝 重新培养一棵树 咱们去年夏季推出了一些夏季假节的视频 包括管理视频 希望大家也去观看一下 了解一下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 想了解更多终于知识 关注我 关注红极果园 咱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 直播间见 比如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